警方一早在国小上门前standby 介护学童上下课 其他远警也不敢大意 早上9点多 一名穿着短裤的男子被拦下 遭警方团团包围 原来这名男子7号晚上在社团po文 预告国小会有大事发生 不少家长看到po文心惊惊 话说一半真的会制造恐慌 这样po文谁敢让孩子去上课 家长一颗心悬在那里 今晚怎么能睡得好 我心脏不强 不拿孩子开玩笑 直接请假 在那边恶作剧真的很无良 开玩笑要有分寸 男子po文目的竟然是为了找前妻 前妻是学校的女老师 不满前妻疑似有了新欢 要学校给交代 po文恐吓还到校门堵人 引发校园恐慌 但更离谱的是 警方只能口头告诫男子 让男子离开 本分局已主动联系po文者 亦以告诫制止 感情纠纷变成校安事件 让家长傻眼 网络po文虽然已经下架 但引发学生家长恐慌 毕竟小朋友要是真的出事 谁都扛不住 只有来关张 还能不懂